说回来了,如果是无关痛痒的话,这钱要是都花在这上面,这皇上呢,也乐意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必定呢,小舅子贪来的钱呢,都花在自个儿身上了 可是啊,这乾隆皇上啊,他是真不知道,他这个小舅子到底贪污了多少钱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啊,咱们一块儿闲聊天 今儿呢,咱们如上文书所约啊,咱们聊一聊 这高贵妃,也就是啊,这乾隆皇帝的慧贤皇贵妃 在某个电视剧里啊,这慧贤皇贵妃啊,他有个名字,叫高熙月 实际上呢,在历史上啊,没有 即便啊,在娘家的时候啊,他有小名,在这个宫廷档里啊 史书上啊,也没有记载 大清国呢,对已婚女子的称呼啊,通常就是姓张的张氏,姓王的王氏 姓郑和的呢,郑和氏 在前文书啊,咱们探讨了在高贵妃身上的一个疑问 哎,就是为什么这高家氏啊,出身低 但是呢,却比那个出身高贵的 并且呢,在前提当中啊,又同时侧附近的 那拉氏,位分要高 一进宫啊,守风,就是贵妃娘娘 而这那拉氏啊,只能被封为妃 虽然这个风号挺好听,贤妃嘛 但是啊,跟这个高贵妃比啊,他也是差了一截 那么这高家氏,他是什么出身呢?这高家氏啊,是内务府三旗出身 这内务府三旗啊,虽然都是上三旗 这皇上啊,称呼他们为家里人 他们呢,实际上呢,也是隶属于皇帝 都是这上三旗的包一人 和这个皇上的关系啊,是真的很近 不过呀,他必定是奴才 可是啊,您一定得分清楚了 这清代的奴才啊,跟这个奴隶不是一码事 也不能啊,就直接解释成为下人 从某种意义上讲啊,他和这个主子呀 有隶属关系 您就比如说的内务府三旗吧 他全是皇上家的包一 也就是说呀,他们和这个皇上家有隶属关系 只对这个皇上啊,称奴才 虽然呢,他和皇上的关系是比较近的 但是呢,他必定在和普通旗人比较起来呀 还是不一样的 首先说呀,就没有人身自由 这皇上交代你什么呀 你就得干什么 即便你闻啊,坐到汉林基地 哎,内阁大学士这武呢 拜帅登台,镇守边关 你呀,也是皇上家的奴才 在皇上跟前连臣都不敢称 只能称奴才 哎,这事情啊,他就是这么怪 有的这个汉臣呢,还就追求这个 他觉得管这个皇上老爷子称主子好听 于是啊,他们也称呼皇上为主子 这皇上啊,直接就驳回了 说你们呀,称主子不太合适 自己称奴才更不合适 你们还是称臣吧 所以说呢,君臣,主子,奴才 这些关系呀,实际上是挺奥妙的 得机会呀,咱们详细的拜臣 那咱们接着说呀,这皇贵妃高家士 他们家呀,是襄黄旗包一左领下人 可是他们家呀,不住在北京 他们家呀,世代生活在辽阳 哎,属于是这个官僚家族 所以说呢,咱们上文书不是说了吗 这高贵妃的爹高斌呢 既精通合物,又扑通这个官场之理呀 不是没有道理的 人家是啊,家族的传承 辈辈出大官吗 就因为他们家呀,这个市居辽阳 正所谓山高皇帝远嘛 家族的人呢,又都有本事 都是大官 所以他们的婚姻圈子呀,慢慢的就脱离了这个内务府的基础范围 这高市呢,虽然是上三期包一,但是家族当中有很多的女子啊 他并没参加过,这内务府啊,每年举行的选秀 当然了,即便是不参加选秀 你家里边所有女子的婚姻 也是需要朝廷报批 将城报批准以后是才能婚配 可是啊,也有躲不过去的 您看这高家事,不就是送进宫来给选秀了吗 并且呀,被指到了四皇子弘历的府中,做了一名格格 所以说呢,就受到了这个雍正乾隆两辈子皇上的恩典 当然也蒙集到了这高家事 这高家事啊,能成为宝亲王的侧附近 是这雍正皇帝亲自下旨指昏的 这老皇上雍正刚一驾崩啊 这乾隆的登基大典还没有开始 乾隆就把高氏一门抬及了 这登基大典刚刚结束 侧附近高氏啊,就成了高家贵妃 所以说这高家事在宫里的平步青云呢 有相当一部分成分,是受了这父亲的蒙音 这俨然的就是历史上现实版后宫当中的拼爹成功案例 那这会儿就有好朋友的有疑问了 说这高家事啊,在后宫当中 位分如此靠前 哎对啊,这除了皇后就是她了吗 那这高家事只靠爹吗 她是不是像很多的文学作品 以及影视作品当中所描写的那样 在后宫当中是个公于心计又很跋扈的女人呢 我敢肯定的跟您说绝对不是 这后宫里的故事就是这样 包括这个吕后,达姬 也绝对不会像宫廷故事里所描述的那样坏 那至于为什么传说中他们那么坏呢 那您就得反过来想象 写故事和讲故事的人 他有什么目的是什么心态 这别人说了不算 乾隆皇帝在怀念慧贤皇贵妃的纪文当中 就曾经这样提到过 这皇上说啊,这慧贤皇贵妃啊 蕴藏秀美,怀藏文采,深含美质,顺寻礼 熟悉皇家的各项典礼 辅佐成就王爷风化的基础和本源 那么这些话来形容一位皇贵妃的恰当吗 说实在,她不太恰当 这些话呀,应该是评价皇后娘娘的 所以说在乾隆皇帝后宫当中 这皇贵妃的表现呢,那应该是相当完美的 这皇上回忆说,这高家世啊 常说出让人心悦诚服的归戒之言 并且这高家世啊,她既有才华也有文才 对这个皇后的态度是非常的谦逊和平 尤其是在女工方面跟这个皇后配合的相当好 咱们听过乾文书的朋友都知道啊 这个孝贤皇后啊 实际上是一位很会女工的人 她就曾经给这个乾隆皇帝做过这个陆绒边线合胞吗 所以在这真知女工方面啊 这皇后啊,就经常的夸赞这位慧贤皇贵妃 不但如此啊,这老太后啊 也是特别喜欢这个儿子的媳妇 那这老太后是谁啊 这老太后扭露真还呢 这乾隆皇帝的亲妈呀 因为这高家世啊,每天早上起来啊 第一件事情不是先导致自己 是颠巴颠巴的,从她的寝宫永寿宫 跑到秀康宫,伺候太后起床 给这个太后啊,打好了洗脸水 打好了漱口水 然后啊,再给这个太后梳头 到那个晚上啊,别人都睡了 她还是这码子事儿 十年如一日,在这甄嬛老太后身边尽孝 把这甄嬛给哄的那个美呀,就别提了 甭管在哪儿啊,提起这高家世来 这太后嘴边就两句话 一句话是贤德,另一句话呀,是孝顺 并且啊,在寄文的最后 这乾隆皇帝还着重的提了一笔 说这个高家世啊,在后宫当中 地位已经非常尊贵了 但是却能够与其他的嫔妃融洽相处 而获得尊崇的褒奖和声誉 我想啊,有这么一篇寄文 就足以能说明了这慧贤皇贵妃啊 在宫里,这德行方面啊 应该是没问题的 关于这个电视剧和文学作品当中 所有对他的描写啊,应该都是扯淡 可是有一点啊,说的是真的 这高家世啊,他是真有一个 满天下散德性的弟弟 哎,就是那个大国舅高恒 贵妃高家世的爹高斌 哎,这官当的好,治和有功 自然呢,这皇上就喜欢 这外赏了大臣,内就必然得封嫔妃 这是这皇上家呀,这拉拢着外戚进臣呢 必不可少的方法 可是受到这治水功臣高斌蒙金呢 可不止一个人 还有啊,就是这个贵妃的弟弟 这高斌的儿子 这个人呢,叫高恒 因为这爸爸他有本事啊 所以这高恒啊,做官那可早了 乾隆初年的时候 他还是个萌生 就以这个萌生受户不主事 这个官职啊,您要不好理解啊 那哥现在话说呀 就是这个各大部的姆斯司长 看得出来,这乾隆皇帝 还是很信得过这位小舅子的 没过几年呀,就让他管了钱了 他先是啊,出任这个山海官 淮安张家口的雀税 这雀税是什么官啊 这雀税啊,是税官的一种 他专门收啊,这皇上家指定商品的税 您比如说这个盐,茶,药材,人参,貂皮,陆荣 等等等等 后来又做过这个长炉的炎政 天津的总兵 并且啊,在乾隆22年的时候 受了两怀炎政 说到这儿呢,咱们得交代一句 这乾隆22年,高恒做两怀炎政的时候 这个宫里的皇贵妃高家事 已然轰事了 这会儿啊,这皇上还能委任这个小舅子 做如此重要管钱的官职 那看来啊,这皇上对他们家的信任啊 那不止 是因为皇贵妃高家事的存在 可是说来啊,皇上对这高家这份心呢 算是白瞎了 这高恒前后在两怀炎政的任上啊 一共干了八年 为什么说是前后呢 因为其中有一段时间啊 这高恒被调回京里在内务府做了主事 也就是啊,总管内务府大臣 为什么呀 因为这会儿高恒的堂兄高晋 做了这个两江总督 这高恒呢就得避嫌回避 所以啊,才被调到了京城 等着高晋一任两江总督卸任以后 这皇上啊又把高恒调到了江南 做了两怀炎政 那这大国就高恒到底犯了什么罪 导致这乾隆三十三年啊被举报 让这皇上一怒之下给咔嚓了呢 哎,一个字 贪 实际上康熙二十二年 这高恒第一次放两怀炎政的时候 他的贪啊 这乾隆皇帝一嘴就知道 因为这乾隆皇帝在第二次南巡 也就是乾隆二十二年 第三次南巡 乾隆二十七年 路过这个扬州的时候 这乾隆皇帝就惊奇的发现 这扬州的基础建设实在是太棒了 那简直是一年一个样啊 据这个扬州画坊路记载 这高恒啊 刚到扬州不久 就在寿西湖上修建了著名的武亭桥 然后呀又重建了红桥 也就是咱们今天说的大红桥 然后啊 他又马不停蹄的 开了这个莲花梗的这个新河 抵达这个平山塘 这两岸啊建了不少的名媛 乾隆二十四年又完成了扬州市河 护城河 以及疏通的域内所有的河道 那有人就说了 这这官搁到今天也是能臣干臣呢 哎 这大搞基础建设 那能不是好事吗 这一个地方的好官这是 可是这事您琢磨了吗 修河道建园林 这可都不是花一个钱俩钱的事 那花钱应该呀是如流水一般 那这银子是打哪来的呢 乾隆皇帝驾成着豫州 走过这个新河穿过寿西湖 其实他心里也明白 这高衡哪来的这些钱呢 那肯定啊是盘剥了地方 利用他手里边滚盐的这个权利 挣来的钱 他为什么没处置高衡呢 其实这乾隆心里他也有个琢磨 他爹呀雍正皇帝 抄了这个曹家 就因为这曹银一门呢 欠了国库的钱 这亏空呢他赌不上 实际上呢谁都知道 这曹家的钱呢 有多一半是花在这个 康熙皇帝历次南巡身上了 可是呢正所谓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你这个曹银呢 他是我爸爸手底下使出来的人 你们是贴心人 到我当权的时候 如果不杀你 就不能够以警效尤 以征是听 所以说呀这刀在那摆着 闲也是闲着 于是这雍正皇帝呀 才抄了曹银的家 可是这种事啊 要说起来呀 这大臣啊是真屈呀 话要说回来了 如果是无关痛痒的话 这钱要是都花在这上面 这皇上呢 也乐意呢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必定呢 小舅子贪来的钱呢 都花在自个身上了 可是啊这乾隆皇上 他是真不知道他这个小舅子到底贪污了多少钱 直到乾隆33年有人举报这乾隆皇帝才算是开了眼了 那么这高衡他到底贪了多少钱 他怎么贪的这堆钱呢 这其实呀这办法很简单 这说白了呀就四个字 倒卖刚隐 那有人就说了这四个字怎么那么不好懂啊 这倒卖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刚隐是什么玩意儿啊 这刚隐呢是一种票据 这大清国呀和历代王朝一样 这盐呢是政府统销统购 所以说呀对这个盐管理非常的严 您看呀这两怀出盐呢 他要单设一个两怀严正史来管理这件事情 您看这高衡他就是这个角 这盐呢本身呢 他是不值钱的玩意儿 说白了吧 拿海水晾吧晾吧 就是盐 可是啊这政府一管制销售 这东西就有利可图了 这运输买卖实盐 这必须有官方开的证明 有官方开的文书 这种文书叫什么呢 这种文书啊叫盐饮 这盐饮呢又被称作正饮 这正饮呢分为两种 一种叫钢饮 一种叫实饮 这实饮呢很简单 很好理解 就是在这产颜堤附近 短途运输用的一种文书 拿着这种文书呢 就可以在这个产颜堤附近 进行这个运输和贩卖实盐 这与他呀相对的就是钢饮 这钢饮呀是长途运输的通行证 这大清国呀每年发这个钢饮啊 是一百四十二万两千三百九十四道 那有人说怎么这么多呀 哎您想想那吃盐的地方是多的呀 再有这里边有大宗的运输 它也有啊十车八车的小宗运输 所以呀这一百四十多万 这还不够用 还得向夏年呀再借二十五万到五十万道严隐 那有人说这高衡他倒卖严隐 他到底挣了多少钱呀 哎不知道 这个棺书史料上没有记载 他并不像抄和珅家的时候 有详细的档案 这高衡啊他是内侵 我想啊他可能是为了顾及皇家的脸面啊 所以他就没具体记载 但是他每贪污一次的担价 咱们还是知道的三两 每张盐引上啊他多加出三两来 有人说这高衡啊 往这盐引上加钱啊 就是加的夏年的那些钢引 哎就是二十万到五十万道那些钢引的钱 有人说不是 只要是长途运输啊 每一道钢引 也就是说呀这一百几十万道啊 他每一道都加三两 哎呀我的天哪 那每年的进行 那可就是个天文数字啊 哎呀这我数学不好 您呢留这道题自个下边算去 把门解门 总之啊这高衡在扬州上任不到一年 在扬州地方上啊 有一句形容他的话呀 我看呢很贴提 很能说明问题 叫做为与聚联 为平生主旨 那这句话呀就再明白不过了 这扬州老百姓说这高衡 这一辈子只干了一件事 哎就是敛财 我想啊后来乾隆皇帝 你把这案件查实之后啊 解决的办法也只有一个了 那就是啊 把这个小舅子咔嚓 自从有了高衡这件事情啊 这高姐们贪污啊 那是成风了 高衡啊有个儿子叫高普 也走了他爸爸的道 他干嘛来着 最初这高普啊 是这个大清国督察院的督御使 可这官啊他说起来啊 太素了 于是啊就在乾隆四十一年 他求的这个大姑父啊 给他另外派了一个官圈 什么职位啊 叶尔强办事大臣 有人说这就不怎么样 这个叶尔强我知道啊 那新疆那会儿啊 那直产玉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对喽 这高普啊就看上这点子 和田玉了 在这之前啊 这块和田玉的矿场啊 是封闭的 皇上绝对这和田玉 他采一块少一块 所以啊得精打细算着用 于是呢就把这矿场封闭了 这高普呢 做了叶尔强办事大臣之后 就花言巧语的 骗得他大姑父乾隆 把这矿场开放了 可是这皇的意思是说呀 开放一点 派几个人进去呀 采几块玉 也就是供宫廷之用 也就罢了 可是这高普啊 他哪听那个去呀 什么 放几个人进去 采几块玉 够宫廷之用啊 那我得哪辈子发家去呀 于是他就召集了 三千玉工进山采玉 这一下子就赚了一个 拨满盆满 案发的时候 广是他没来得及运回京城 在叶尔强被搜出来的银子 就有一万六千余两 有人说不多呀 不多呀 还有五百两金子呢 那和田玉子料啊 那就不计其数了 正所谓呀是黄金有价 他玉无价 这高普摊了多少啊 您还得脑洞去 这个呀 就更不好算了 所以说呀 这身为外戚 你不能作 您看呀 这黄贵妃高家士 这个兄弟 还有这个侄子 最后啊 都唠了一个 伸手易处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 昆仑流石 您要喜欢我的故事啊 请您关注 点赞并转发 今天真不早了 咱们呀 明儿见 点赞并转发